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你说你要走 不回头你就走 我再也不让爱 就这样跟着你 你说你要离开 不后悔就离开 我也不会再爱 爱一个不爱的人 你说你要走 不回头你就走 我再也不让爱 就这样跟着你 你说你要离开 不后悔就离开 我也不会再爱 爱一个不懂爱的人 作词 李宗盛 我又要走 你 好 有点多疼 有点数字 我现在最想要了 今天一页报应 你这么说 搞定了 你怎么回事 她是在工厂里倒下去 能够负责任的 可是我妈现在已经没事了 你说呢 没事了 要是病情恶化 突然死了 你可别怪我没有照顾好 你说话怎么好听一点 什么死啊 死啊 死啊 你知道住院的病人 最机会人家提到死她的纸 我只说了一个死 你一口就说了好几个 我跟你讲 要是你妈真的死了 是她就死了 好了好了 我拜托你们 我妈已经脱离危险了 不需要你做责任 也不需要你在这里照顾了 你请吧 黄领班 谢谢你了 有什么好谢的 我是领班 照顾工厂里的工人 是我的责任啊 她来替你工作也是我答应的 要是她工作累死了 我也脱离不了关系 好了啦 回去了啦 医药费你不要担心啊 明天我回到工厂去帮你工具 好了啦 喂 喂 喂 我没人到地可以 我没人到地了 好 好了 来 来 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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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令郎生病特地来看看 谢谢 医生怎么说的 医生说我妈肺部严重积水 现在已经抽得差不多了 后续的治疗 千万也特别注意 一定要在病整个好了以后 才出院回家 关于这个医疗肺的问题 不要担心 我会尽量设法 谢谢 愿意送我出去一下吗 你爸爸最近好吗 还好 他怎么没有到医院来陪你母亲呢 他还不知道我妈苏月的事吗 什么 他不知道 你没告诉他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哪里 真是太不负责任了 真是太不负责任了 董事长 好 叫我空叔好了 小蓝 听说你跟家园相处得很融洽 小少爷是个很善良的人 他帮了我很多的忙 不管谁帮谁 我想问你一句 如果说家园现在向你求婚 你会答应吗 那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我配不上 因为我配不上 你是个现代的年轻人 怎么会有这种老旧的门敌观念呢 我妈常告诉我 一个人生下来 就已经注定了很多事 所以不要去强求那些不可能的 我陪小少爷是为了要照顾他 我也很感激他没有把我当佣人看 还帮我补习功课呢 不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我希望你从现在好好地考虑 你跟家园之间的感情 万一遇到什么阻力 我也希望你们两个要 同心系地去克服他 好吗 好好照顾你母亲 祝他早日康复 大大呀 大大呀 你刚才到哪儿去了 出去随便走走 怎么 还没睡觉 早点睡吧 是 海忠 海忠 陈忠 大少爷 你找我有事啊 你有没有看见我一个旧的日记本 什么日记本 就是一部很旧的日记本嘛 大少爷 你狮子 自从老爷在世的时候 家里帮忙做狮的人 都养成那种习惯 屋里的百事绝对不准动 更不要说抽他那点东西了 这就奇怪了 我日记本到哪儿去了呢 会不会您摆错了地方自己忘记了 过去啊 我一向摆了一跪 那天我记得清清楚楚 因为只写了一半 所以我就睡错摆在抽屉里 对了 还错了 仰文也没到我房间 少奶奶就住在您房里啊 什么 你让她住进我的房间里面 大少爷 你电话里吩咐她 少奶奶随时都可以来 要住多久就住多久 海处 可是我没有说 让她吐进我的屋子里面嘛 怎么 少奶奶把日记本拿走了 我怎么知道 你日记本上到底写了些什么 少奶奶不能看的东西啊 海处 你知道的 这本日记本是我陆陆续续 写二十多年来 写关于我跟阿灵年轻时候的事情吗 哎呀 来 来 太人 这是香叶啊 我不要吃 我不要吃 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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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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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外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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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少爺,你怎麼會打電話給我? 貴叔,請你快來一趟,好不好?我媽... 你別急,你現在不要去打擾你媽媽,我馬上趕到 好,你進去休息,我來處理 大小姐,你想怎麼做?儘管吩咐我,何必生氣呢? 我不甘心,我不甘心讓她騙我一輩子 對付彭英大還不容易吧?我保證一夜之間,讓她變成一文不明的流浪漢 不,不要 沒事吧? 就像是夫妻之前恩斷勤局 她還是家園的父親 我不能做得太久 大小姐,留著她將來後患無窮 方家的事業財產都會落在她手裡 她得不到的 她永遠都得不到的 大小姐,你也不能調理親心啊 你想想看,老爺過世以後 她是怎麼折磨你的 你不管怎麼順從她,都不合她的意 她目的是什麼? 她就想活活把你氣死 方家的財產通通歸她了 她就當家園,出國治病來說吧 她就是不肯 家園是她的親身骨肉 她都不顧我 我沒見過這麼狠毒的男人啊 跟他离婚 把他赶出方家 让他回到房源 你能这么做啊 跟他离婚啊 把他赶出方家 让他回到房源去 能这么做吗 他本来就生在那里 长在那里 他也喜欢那个地方 就让他一辈子 活在那个地方 那就叫我给你去办吧 是 大小姐 从今以后 不要让我再看你 大小姐 你放心 我保证啊 她永远不会再来打交你 叫我给你去办 这场婚姻 几十年的夫妻 就当作是一场恶梦 现在梦醒了 海手说得对 我应该慢慢的淡忘跳 年轻的迷梦 不该再去打扰阿灵 而且 雅文对我 已经尽到了为人妻 为人母的责任 我还有什么好埋怨的 妈 我吃不下 妈 要多吃一点才会有体力啊 不要 我吃不下 我什么都吃不下 嗯 Jerry的气色好多了 干吗 没什么好东西 多吃点水果 星星 你出来啦 你干什么啦 她是朋友的主人 知道 知道啊 那她怎么会跑来这里啊 她每天都来好几次呢 哦 难怪她这次在朋友 待了好几天 她都不回台北去 她是不是认识你妈很久啦 我不知道 好奇怪 她平常都是很孤僻的一个人 在朋友的时候 她也不说什么话了 怎么会见到你妈 就变那么亲切啊 我怎么不晓得 我怎么不晓得 哎 大帅 哎 郭总理啊 出事了 什么事 刚才矿手通知 说瑞达矿坑关闭了 所有的矿工 三天之内 要来领遣散费啊 哦 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刚刚花了几百万 把矿上的设备修好 哎 是真的 那一言怪气的总经理 在里面等你呢 郑书贵 这到底怎么回事 瑞达矿上怎么又封闭了 这是董事会的决定 这是董事会的决定 什么董事会啊 还不都是你们的把持的吗 我要问我雅雯 你不能打电话 怎么 我连打电话回家都不行啊 那已经不是你的家了 你说什么 你先看看这份文件 然后在上面签个字 离婚协议书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雅雯总我突然要求离婚呢 站住 告诉你 这到底怎么回事 那是你和小姐之间的事 我怎么会知道 你有什么不知道的 自从老坤去世以后 你就是他的替身 背后的一双黑手 始终在我的身旁操作着 你怎么回事 说 所以拿矿刀 是不是你瞎里面不关闭的 不敢 董事会决定的是 我不过执行董事会的决议而已 郑仁贵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暗中掏动了多少公司的股份 侵占了多少方天的财产 你有证据吗 我 没有证据 就胡乱说我 请占别人的财产 这对我的人格 是莫大的侮辱 云大兄 以后觉得不可以这样 换了别人 会告你毁谤 叫你吃不完兜着走 你少在我面前买款 郑仁贵 别人会对你一副 忠厚的面孔苦衷 我早就看穿了 你想爬上董事长的支配 想控制整个方式的企业 在亚外的面前 你装得像个忠仆 事实上 方家有多少的财产 一定进入你的口袋里 云大兄 你怎么到今天才说这句话 我只是冷铁旁观 看你能耍出什么花样 我暂时不介法你 是因为念你在方家奉献了一辈子 你 云大兄 我今天来的任务 是请你签字 我永远也不会签这字 云大兄 有什么条件好商量 你在方家二十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最低限度也替方家留个种 可以让方家传统携带 一 大乍 家园也是彭家的子孙 这是当初约定好的 小少爷结了婚生的孩子 第二儿子是彭家的 白叔 运不到多跟他飞口舌 要谈条件也得给养完他 他还不够资格 我不够资格 红云大 你要搞清楚 你现在已经不是方家的孤业了 你已经是一个 英文不明的穷光蛋 你是一心一意 你想维护族产 保住矿业 我告诉你 你已经保不住了 你看看你那副 小人得志的样子 活像一个小丑 我滚出去 这里是彭家族产 不是你在的地方 我叫你滚出去 你听见没有 你会后面 透过这次机会 你什么都得不到 大叔爷 康厂关闭了 好几个年快乐 还有他们卷属 生活马上就发生问题 开笑话 放心吧 我会想办法的 我一定要让瑞拉 康厂复工的 不肯签字 不肯签字 那他到底要什么 他要家人跟着他 那是不可能的 他还说 我不够资格 跟他谈条件 大小姐 大小姐 我看了 你就另外派一个人 代表你去跟他谈判 除了你之外 我还能派谁去啊 另外找个律师 跟他直接谈啊 你看着办吧 是 大叔 妈 要走了 我还有睡 妈 医院的报告今天出来了 报告上怎么说的 情况相当好 我的健康情形 比以前好多了 太好了 这个世界上 没有比我儿子的健康 更重要的东西了 你的病情稳定 比什么都值得庆祝 我们到外面去吃饭 然后到百货公司 买点你喜欢的礼物 我只希望你能够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我想回到彭源去 妈 不要再听彭源 可是你答应过我的 回台北检查身体 只要情况许可 我随时可以回到彭源去的 我有特殊的理由 不能让你再回到彭源 妈 不要再说了 妈 哭 你看 你不是已经会齐了吗 来啊 有没有怎么样 有血 偷偷 是 去请向医生请 是 少爷 吃早餐了 少爷 吃早餐了 少爷 吃早餐了 少爷 您在不在里头啊 少爷 姜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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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觉得我还是属于彭源的 是 是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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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川爷 阿姨 小川爷 别回来了 大川爷 小川爷回来了 大川爷 爸 你怎么来的 坐火车 累不累 不累 走 你到屋里去 爹 早 现在才行啊 我还以为你上班去了 今天上午我请假了 请假不在家休息 还往外跑啊 爹爹 今天上午秀联他妈妈要出院 要去见他回家啊 他爸爸还没露面啊 没有啊 见着秀联你告诉他 小少爷已经回来了 他要回来干吗 小混蛋啊 你搞清楚 彭源才是他的家 你只不过借住在这儿 还悬殡多主啊 秀联他妈病了 他都没回来帮忙啊 今天要出院了 他就露面了 孩子啊 你那点心思我还不清楚 姻缘呢是老天爷注定的 你喜欢秀联 甘心替他做事帮他卖命 就甘心情愿去做 不要老觉得 你做多了人家做少了 说不定啊 就因为你做了那么多苦工 老天爷可怜你 就把秀联赏给你了 你做什么 爷爷啊 我帮秀联做这点事情啊 我是心甘情愿 我才不会去跟他计较 好啦 快去吧 那我走了啊 秀联 去烧点开水 还不想走 快去帮我 那你俩看了 别允许 我还不想走 我这些邪的 也没想到 是我 看你 你怎麼還沒回去啊? 我也不知道 以前他來的時候,只待幾個小時就走了 最多也待一天兩天啊 可是這次也不知道怎麼搞了 一待就一個十幾天了 你回蓬園的時候,記得讓大少爺知道 我說的大少爺,就是蓬園的主人 啊,我爺爺也是叫他大少爺 我要讓他知道,我已經出院回家了 請喝茶 謝謝啊 媽,爸怎麼還沒回來 隨他去吧 只要他不出事,不拖累家裡的人 他回不回來都無所謂 媽,我給你進房間休息一下 我已經好了,沒事了 哎呀,進去休息一下啦 媽,醫生說你要多休息,不能太勞累 醫生都是這麼說的 要病人多休息,多吃些營養的東西 也不看看是什麼樣的家庭 有沒有能力不做事,整天吃好的 媽,你不要擔心我們家的生活啦 怎麼能不擔心呢 你已經十幾天沒有去蓬園了 也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決定的 決定什麼 大少爺 蓬園的主人,他答應我讓你回家 不用再到蓬園去伺候他們了 可以嗎 不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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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啦 准备 要什么呀 大姐 可以进来吗 请进 请坐 我给你泡杯茶 大姐请用 我要你帮我把家元给找回来 家元是被她爸爸骗去的 我在家元心目中 怎么能跟她爸爸相比呢 谁让你跟她比了 我想你把家元给我找回来 我是可以把她找回来 可是昨晚有个理由 能够说服她回来 如果我劝服她 结果我 好了 好了 让你做一件事 还那么多的理由 我自己去 大姐 你的事阿贵付汤到后 再说不辞 光说有什么用 要赶快采取行动 这件事要特别动之以气 家元从小虽然跟我很亲近 可是总比不了他们父子的亲情 我恐怕 我去了无法完成 大小姐交代给我的任务 我已经说过了 我自己去 大小姐 我打电话叫小爷准备车子 啊 如果估计不错的话 你妈会很快赶得来 帮你带回台北去 我不喜欢待在台北的家里面 住在棚园 让我觉得身心都很舒畅 是不是因为修炼的关系 你是不是很喜欢修炼呢 你可以向他求婚啊 求婚 爸 我还没完成学业呢 修炼也正在休学 孩子 人生菜市 有很多机会都会措施的 措施这一时这一刻 也许你一辈子也挽救不了 所以 当你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不要顾虑太多了 也许 也许 就在你犹豫不决的时候 住成了大错了 你想想看 你妈反对你跟修炼来吗 如果你妈把你带回台北去 你还不能看到修炼吗 爸 你今天说的话让我觉得很意外 好 在我印象中 你只是很严肃的 不应该会有这么疯狂 这么大胆的想法 我更无妨想想 你居然会鼓励我去做 这种疯狂的事情 孩子 该说的我都说了 该怎么做 就要靠你自己喽 好 你来干吗 我来向修炼求婚的 伯母 希望你答应让修炼嫁给我 我知道错过了今天 可能我这一辈子都没有机会了 喂 你有神经病啊 莫名其妙跑到别人家里求婚啊 你带她走吧 你带她走吧 妈 我早就知道了 你们两个心 不是妈 我还没有准备好要结婚嫁人呢 别傻了 你难道看不出来 她是诚情诚意要来娶你的 我 我知道她对我好 可是 她有这样的勇气 敢当着我的面来提亲 可见了 她这一辈子会给你幸福 会一生一世的爱着你 不 不可以这样 是 不能答应 不可以嫁给她 不,重归 我知道你喜欢修炼 你也一直很照顾她 可是夫妻是两情相悦 她一直把你当兄弟看的 家人 你带修炼姐吗 妈 妈 你才刚出院 你还需要人家照顾呢 一定是情况很紧急了 她不愿意失去你 才急着敢来向你求婚啊 凭着这一点 这个男人就值得你嫁给她 妈,我不放心你啊 妈 医生既然答应让我做院 就表示我的身体 已经好了七八分了 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 妈 你要我就这样跟她走啊 你一定准备好了 将来你们两个怎么生活 对不对 你带她走吧 妈 我不能就这样离开你啊 你现在不走 等你爸回来她会有意见的 我们两个想走也走不成了 还有 再加上他们家的阻力 修炼,妈是为你好 希望你嫁给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不要像我的婴儿 你鼻子痛苦 妈 妈 我把修炼交给你 我把修炼交给你 希望你这一生一世 都要好好地带她 会 你会好好地带她 我把修炼交给你 希望你这一生一世 我把修炼交给你 我把修炼交给你 也不想好 我把修炼交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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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她一生一世 坐吧 不要跟我玩花样 耽误我的时间 家园在哪里 来过就走了 我知道他来过的 你把他藏在哪里 方女士 家园是个超过二十岁的成年人 他有权利决定自己来自己去 家园是方家的儿子 不是你们彭家的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 你走开 爸 家园跟我回去 妈 修连已经答应嫁给我了 你说什么 我把修连他们家去求婚 他母亲就把修连交给我了 爸 妈 我们刚刚已经决定了 今天下午就去公正结婚 好啊 荒唐 简直就是荒唐 你让自己当作是一般身斗小民 随便看上一个女孩子 就跑去办理结婚 就这样随随便便地 决定了你的未来 妈 结婚其实只是男女两个人的事情 重要的是 结婚以后两个女的一家 怎么生活 其他的事情并不重要啊 你 您小姐 你知道我们方家是什么样的家是吗 你可以去打听一下 家园的外公方文周老先生 是商界的名人 曾经在政界也担任过重要的职位 我们不是普普通通的人家 随随便便就娶个女孩子回家 我以为是随随便便救家 我知道 家园是你们精挑细选的金龟婿 吊上了她 你们家一辈子都不用愁了 臭奶奶 你这么说未免太伤人了吧 事实就是这样 天下哪有像她那样的父母 一个年轻的男人到家里去求婚 就让自己的女儿去跟人家走 这不是看似拢了家产是什么 阿玲不是那么势力的女人 阿玲 她的母亲叫阿玲 你说你要走 不回头你就走 我再也不让 就这样跟着你 你说你要离开 无法回头离开 无法回头离开 我也不会再爱 爱一个不懂爱的人 无法回头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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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回头离开